如何平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啰 欢迎回到《赛峰小秘诀》 今天我们要来研究的是由正中基和张学游所演唱的《卓右为难》 在这首歌曲中的赛峰演奏非常精彩 难度也非常高 瘦额当中会用到超高音的部分 也会整理出我推荐的方式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先帮我们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因为这个系列的影片 都极有可能被版权宣告 所以会拿不到任何的收益 还请大家多多利用超级感谢 让穿册可以买极关险境步补身体 继续做出好的影片吧 一开始歌曲的调性是杀峰的3F调 肩奏瘦的时候会转到降A调 第一句出现在1分30秒左右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转成降A调的肩奏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最精彩 难度最高的地方 总共可以分为三个句子 两小一场 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把第三句分为两个部分逐步攻略 所以练习时建议将Solo 分成四个部分来练习 而上面解说的部分 会用句子来当单位 是因为如同歌手一样 会跟着台词一句句的演唱 用这样的想法在演奏上 会显得更有感情及人性 这句会用到许多的bending 垂走时也要注意哪些地方是有点舌的 点舌的部分会影响句子的颗粒感跟律动 接下来第二句 这句在练习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律动 尽可能去模仿圆曲中的感觉 第三句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把有超高音的部分隔开 所以呢第三个部分 它需要注意的跟第二句是一样的 接下来第四个部分 这里会有超高音 声、收跟兜 执法如徒所示 第一个困难点就是 在两点拉到三点兜的地方 建议练习时要把速度放慢 加上点舌慢慢的把句子练顺畅 这边的发我自己是习惯用front key 这个部分原子法或front key都可以 只要习惯就好了 练习的时候尽量让这些音符 在执法的中患上是顺畅的 在读咒结束之后还有四句插音 所谓的插音就是在歌手演唱的时候 同时做煞风的演奏 这当中也有一些学问跟经验的累积 之后会再拍一部影片来详细说明 那我们就先用原曲中的方式来解说吧 插音部分第一句是包含超高音的句子 第一句及剩下的三个句子都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节奏 及切分音的部分 以上就是所有出现在歌曲中的煞风演奏 虽然难度很高 但是却非常好听 像我的话就会忍不住想要来吹看看 也可以从里面去学习到很多技巧 除了超高音及执法顺畅的问题外 我个人觉得点蛇的部分也是很重要 却容易被忽略的 少了点蛇的句型强度就会不太够 大家练习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今天的经典上风solo解说就介绍到这边了 大家别忘了按赞 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并多多利用超级感谢来支持频道 让我们这个频道可以多活几天 感谢大家 少风小秘诀 我们下次见